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美国断製作的美国转讯 我是任敬阳 在生产电动汽车两年后 美国特斯拉汽车厂生产汽车电池厂房第一期工程 还要开工 这个厂房位于美国内华达州的雷洛市附近 占地大约1平方公里 这间厂房生产汽车电池 将会超过2013年全球生产汽车电池的总货 下面是我们的记者普太奇的报道 特斯拉的千兆工厂只有大约14%元工 但是机械人正忙碌地为特斯拉电动车製造电池做准备 由于价格高昂 每部车近10万美元 所以目前公司并没有从车上赚到利润 主要成本是来自进口电池 所以为了降低价格吸引更多的顾客 公司总裁马斯克今年就推出了特斯拉模型衣服 将近40万人交了1,000美元订金 排队等候 希望能够买到一架模型衣服 而交货就要到2017年才开始 要满足这些订单需要6年半的时间 这个就是巨无霸电池厂的用武之处 特斯拉将需要数以万计成本低而性能可靠的电池 至少两个原因能够令到这家千兆工厂名乎其实 建筑将会耗费5,000兆 也就是50亿美元 在2020年建成之后 和日本电池制造商松下和其他伙伴的合资企业的电池生产能力 每年预计将会达到35兆千瓦小时 但是马斯克有更大的计划 马斯克希望到2020年千兆工厂生产的电池 能够降低大约三成的价格 不单是用于汽车 亦都用于电动卡车和巴士 同时都作为私人住宅和公司的备用电源 工厂屋顶将会覆盖太阳能电池板 即使不能够满足所有电力需求 亦都能够满足大部分需求 万一工厂需要扩大 特斯拉公司更购买了 轮接千兆工厂的7.5平方公里的土地 美国之音记者普提琪 华盛顿报道 虽然在部分地方移民想创业的话 会遇到重重的阻力 但是据一间初次创业的公司负责人说 在美国加州矶谷并没有这种担心 下面是我们的记者李艾琳的报道 朱凯莉和他的弟弟 几分钟前第一次接触这个玩具 他们在尝试用这款新的玩具来编写程式 这个玩具能够较小至5岁的儿童 编写程式的基本概念 包括按照逻辑用这些方法 编写命令 来指挥一个在iPad里面的游戏人物 这家公司的共同创始人普拉莫德沙尔玛华 敢于试验也是规谷创业文化的一部分 沙尔玛华他们的玩具将会有全球的吸引力 因为学习如何和电脑交流 超越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差异 这个也是为什么沙尔玛华 他的公司的成员是来自世界各地 美国之音记者李艾琳 在加州柏洛阿尔托的报道 西方蜜蜂在美国国内用来传播花粉 不过近年来这种蜜蜂的数量就越来越少 为了解决有关的问题 关注这件事的美国人就开始自行养蜂 有些还甚至在城市里养蜂 下面是我们的记者 在2015年蜂群崩坏症后群 导致美国44%的人工养育蜜蜂的死亡 这是一个大问题 因为这些受粉的蜜蜂 是人类食物供给的重要一环 不过并不是那里的西方蜜蜂都受到威胁 在某处地方蜂群轻往发展 令人惊讶的是 这个仍在大城市里面 华盛顿市的养蜂者杰夫米勒说 相对于农村地区来说 城市可能是全粉避风港 整片的草坪和玉米 以及大豆这类经济作物 不能够为郊区和农村的蜜蜂 带来全粉的机会 于是米勒利用了 华盛顿高植坯的覆蓋率 去启了华盛顿蜂射 这个组织帮助300多人 在自己的屋顶和后院设立蜂巢 而这个意识 为城市蜜蜂带来了新的生机 《妙之音》记者特拾在华盛顿报导 多谢收看《美国心》製作的《美国传讯》 我是任敬阳 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如果不客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